你现在收看的是散烈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散烈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到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希望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几个礼拜之前 我们曾经访问过今年的移民公文学奖的主办人 汤森荣 汤制作人 汤森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提到说他为什么他原本从一个电视节目电视剧的制作人转而要来协助举办移民公文学奖 那这个奖项事实上已经办了第九届 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精彩的文章 也可以透过这文章认识我们在台湾帮助台湾工作 或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移民跟乙工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两集的节目呢 就会来访问我们的移民公文学奖的得主 那今天要访问的这一位是2024年第九届移民公文学奖的优选 那我们的这个作者我们的来宾是来自于印尼的Lily Lily你好 你好 嗯这是Lily第二次得到这个移民公文学奖的路选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上一届第八届你也得到了这个路选作品叫做孤独的故事 待会我们就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你写的这个文章 那Lily是从印尼到台湾来工作 那你是从印尼什么地方来台湾呢 我是印尼的东爪蛙 东爪蛙OK 对那就是在一个地方叫Ponorogo 对那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城市 就是离市水大概也是开车现在大概要两三个小时 哇对离市水要两三个小时 市水就是也是我们去观光会常去的地方 对对吧 就是那个 还有一个黑队段路 就是我我就是说我去印尼去过一次了 大概就是去什么雅加达市水 然后巴黎岛大概就是台湾观光客会有的这种 对比较大城市的 对你们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最主要的产业或是一些工作的形态是什么吗 我们那边是大部分是农夫 然后我们最有名是有一个条 就是从我们这边那个我家商来源 是大叫raok raok是就是之前早之前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国王啦 他就是想要娶给人那个一个公主 可是好像他们就有一点不和了 然后就是公主就想要让这个人就不要嫁给我 是这样子 后来他就是要求很多很多事情是这样 后来就是他要求一个晚上好像做一个东西 然后后来他就是这个公主就知道了 哎我不你我不行了 他们好像就是有人帮忙是这样子 后来他就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个是对方都不要 呃就是不要嫁给他是这样子 后来就是这个对方这个男生就很生气 然后就变成就是一个一个男 但是一个男一个男生 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很漂亮 那个什么小鸟啊 嗯嗯对 那就是这个这个条武士就是从这个故事来源 哦所以你们有一个传统的味道 这传统的舞蹈就是你们当地的一些故事 其实在印尼有很多地方都有很很美的 然后很有趣的这些传说故事嘛 哦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是这一个是每一年都我们就是会 在我们城市就会办一个活动 就是每个地区就是在印尼每个地区都可以来 一起表演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条武 嗯然后就是表演之后就是我们就可以 就是一种表演比赛这样子 嗯嗯嗯所以也是一个你们城市一个 类似像非常欢庆的一个大型的庆典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文化 那就是在台湾也会有传统的所谓的过年啊 或者是有很多的什么中秋节啊 端午节啊 三节啊 或者是不同的原住民族也都会有他自己特定的一些记忆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多多的机会去欣赏 去了解这些不同的这种传统文化啊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啦 那你到台湾之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是想象呢 嗯我第一次来台湾是想要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好试炼 哦哈哈哈哈 对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我想说嗯因为在印尼我那时候高中毕业之后 我就本来是想要念大学嗯可是我的父母就是跟我说哎你还有一个妹妹 嗯我们没有什么钱可以给你念大学嗯然后就是后来我就高中毕业 就是在印尼大概工作一年嗯那我想一想这个一年的每个月少的薪水 我觉得生活费都还不够嗯那所以我就是除了四年以外 我就想要就是赚更多钱这样嗯嗯对嗯所以其实就是呃 就在台湾很多很像啊因为在过去台湾相对之下环境没有这么好 然后当姐姐的当哥哥的其实都得要牺牲自己 然后来协助自己的弟弟或是妹妹能够继续的读书 所以其实你也大概好像也是遇到了这种状况 然后再加上失恋然后就就来到台湾哦 那那其实应该有很多其他国家可以去啊 为什么特别要选择来台湾呢 呃因为我台湾是我小的时候想去的一个国家 哦为什么对 哎呃因为我之前都看流星华也 哦哈哈哈哈哈哈对 然后看了之后我觉得哎哎哎 就是心里都会说哎以后我想要去台湾看 哦这样是对 所以会想要说以后嫁给F4吗还是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想要坚弹哎就是最少就是可以看到他们是这样 哦哦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明星吗 有看到这些人吗哎我又那个见过那个严晨曦 哇有见过严晨曦哦哦对对对哦 是是什么什么样的场合啊 是去参加什么他的拍戏吗还是没有没有 哦因为刚好是那时候就是去年就是那时候去年是搭在我家附近的公园 哦就是拍影片然后对不小心哦是看到他 哦那应该很开心嘛很兴奋 那你来这一步就像你刚刚谈到说是要来工作那你来台湾的时候是大概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到台湾的生活跟你原来想象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你到台湾之前你会想象说啊这里的工作或是生活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吗 好因为我一开始在印尼是本来也是之前也是有经验过照顾老人家 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来台湾也是当干胡工 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是我觉得哦好那我的工作这样 应该我在印尼有经验应该还可以啦 可是我第一次来台湾因为那时候医院不通 所以我觉得呃很难就是有很大的困难是这样子 嗯对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以为是哎我会不会遇到好的老板 可是我第一次来就是刚好遇到真的不好的老板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是当然我之前看过在那个 那个那个流行华言哦那个台湾是很漂亮 可是我第一次来就是刚好一到不好老板 然后都完全不能出去所以我觉得台湾有这么漂亮吗 哇所以反而是出不去然后你对台湾的认识也很少 对一开始的时候对对对 哦所以一开始你就是来做家庭看护工 然后语言不通然后老板对你的管理比较严格 所以也不让你不让你出去对所以那时候你你会很失落吗 就是那个落差那么大就是一开始也没看到这些程序 然后台湾漂亮的地方也看不到 然后跟老板又又不是对你那么的好 然后可能有一些些的这种挫折 你那时候怎么办呢心情怎么办 然后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嗯因为我是在第一个老板是三大概三个月 对那我三个月内就是我觉得真的很难过 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那个就是因为很难过了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讲通 就是没有办法讲话好好讲话 没有办法沟通啊对对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后来就是就是直接那时候 我真的每个晚上都会想哭了 就是会哭对然后后来我就是跟中杰说我那个像要换老板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换了一个老板就是在第四个月换个就是新的老板 就是在这里我就是开始改变我的一开始的想法这样子 所以换了老板就对你比较好一些是吗 第一个老板还是没有 因为后来我就是换老板了 对换了新的老板就对你比较好意思是这样 对对他对我非常好到现在就是我们还联络虽然没有 这个这有点是赌注好像在赌博 就是我怎么知道下一个人会对我好或不好 那个运气很重要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在台湾的老板有好有坏 然后有时候也不是坏有时候是他自己的需求 或是个性或是对你的期待比较高 或者是有时候文化上面又不太适应冲突 所以就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那你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有朋友吗 有人可以去听你诉苦讲一些心事 对是有一个朋友啦可是那时候就是我是偷偷带手机 因为本来是我们一开始不能带手机 然后就是偷偷带手机了 然后就是之前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网路不是现在那么好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之前是用简线那简线也是就是花了不少钱 还不是LINE不用钱 还要用简线也传到国际的简讯也蛮贵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比较少 然后就是叫就是就是自己瞅自己来 就晚上就是自己哭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对啊 因为我这个老板第一个老板是要求知道 就是你要快点回讲中文 可是我要这么讲中文 你们都没有跟我讲话 那我就是要这么学习这样子 所以你来之前也没有 在印尼那边也没有一些中文的学习的机会 还是有我们是大概三个月而已 可是我们跟印尼的人学习跟 直接跟台湾人学习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那很大的差别 因为语言的学习这个环境还是很重要 上课归上课嘛 生活又可能是另外一种一种模式嘛 所以能够学到的刺激也会不太一样 对那这当然就是你刚来到台湾之后很面的状态 但是因为换了雇主之后 可能也就会比较比较好 就是看起来新的雇主对的也蛮好 所以你都一直都是在做家庭看护工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我觉得是每个工作都要辛苦的一面 对 习惯就好了 OK 好 其实你写的这些文章里面 其实也跟家庭看护工的这些工作的经验是有一些关系 待会我们可以再来特别再谈这些你写的这些文章的内容 那这是你是第二次获选移民公文学奖 得到了优选 那我不知道你应该会特别的开心吗 可以讲一下你的心情吗 那当时为什么会开始想要去参加这一个比赛 第一次得奖的感受又是什么 我是从第一期到现在第九期都是参加 你参加了九期啊 对 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 然后就是第二期之前是有乳味了 可是没有得奖 对 然后就是我想说我要去学我要去参加 谁知道以后会得奖是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我想要参加的原因是就是因为 我希望就是更多人可以看我写的故事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我去年有得奖 我真的有一点还不相信是真的我得奖 对 然后对 然后就是这一次也是得奖 也是有一点 然后就是去年是得奖之后 就是我觉得非常开心了 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有一点压力 就是参加的时候 我可以这一次会得奖吗 就是一直这样的自己想 就是上次得奖 如果这次没有得奖 会觉得说压力好大 对 好像有一点压力 对 给自己的压力 还好还是有得奖 我觉得你的文章很好看 对啊 对啊 就是你的文章 对啊 你说你说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我觉得 对我自己都没有什么自信是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我真的也不知道要写什么 我看你的文章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文章里面是有一些画面的 就是写文章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文字 是把那个文字给立体化 然后这立体化里面会看到一些空间 看到特别是你的文章里面有一些 时空交错的部分 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一次的 得奖的这篇文章 那一段记忆嘛 对不对 大概是讲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故事是你真实发生的故事吗 没有 就是我自己想一想的故事 因为一开始是我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故事 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又跟印章老师聊天 然后他就是问我你要这一次要不要参加 我说当然要可是还不知道要写什么 然后就是说你是爱情跟美食对你是一个想想 是这样子 那你就是看爱情跟美食你可以就是祝贺一起 那就是变成你像煮菜一样 就是变成一个美味的美食是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我又想很久了 后来就是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一个礼拜还没有大概三四天吧 就是还没有结束之后我就是好 刚好那时候台湾有打地震 就是今年有打地震的时候 那我就想一想有地震 然后就是就想起来 我尝试好像有看过就是一段文章 就是在1999年台湾也是有发生打地震 对然后就是我加上就是我之前在印尼 因为我需要在里面是要学想要学就是一个歪旗干户 从印尼的歪旗干户 用什么悲情让可以就是从就是打地震 跟印尼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后来我就是用那个印尼的海销 对来组合一起 然后就是加上那一天我也是刚好做一个马铃书饼 所以我就是写下来 然后就是因为老人家的实质证是刚好 因为我最近也是在140有上课 就是跟实质证有关系 对所以我就是这个我就是祝贺一起写下来 那我就是希望这个写下来之后就是可以看到 原来就是在台湾就是也很多实质证 对老人家 对然后就是可能就希望实质证是怎么样的 然后要怎么处理的 要怎么陪他是这样 你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你把 你刚刚说不是真实的故事 但是你有很多真实的经验 那这个真实的经验也把这个时间 空间跟印尼的空间 台湾的空间真实发生的事情 你是整个串接在一起 而且那个手法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这篇文章 然后我等一下也想要再请教Lily 就是说你从一个家庭看护工的这个角度 你怎么去看待台湾的这种 刚刚谈到失智症的问题 怎么去看待这一种台湾的 这种长照的问题等等 因为你从你的角度所看到的东西 可能会跟台湾的角度看到会有很大不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回台 回来再来请教Lily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想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YouTube频道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可以让我们走的更远更好做 更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要跟大家访问的是这一次 就是2024年第九届移民工文学奖的 获选的这个作品以及作者 作者是来自于印尼的Lily Lily你好 你好 Lily的这一次的得奖作品 其实叫做一段记忆 那在前一次的这个得奖作品 第八届也一样是入选的这个优选的作品 作品的名称叫做孤独的故事 这些文章都可以在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 那刚刚Lily也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到台湾来的这个过程 那其实发现雇主的好坏可能对你来讲 会是一个也说是运气 但是也会是让你开心或不开心 能不能够好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雇主的好坏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我们再回来谈一下你的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刚刚有提到说他的名称叫做一段记忆 那这个文章是用印尼文写的 对吗 对 我们是用母语写的 然后用母语写 然后义冰跟文学奖 再请人帮忙翻译成中文 那我在看你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中在前面有一段 因为你刚刚谈到说 台湾有发生921地震 在印尼也发生大海啸 你就把它整个串接在一起 那我念一段我觉得这段好感动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书写的方式 就是在你对于印尼美丽 美丽回忆的背后 藏着我内心深处的伤口 就是你的雇主他事实上曾经到印尼去玩 然后他事实上对印尼是很喜欢的 就是你的里面的雇主 可是你会把它转到他的美丽的记忆 变成是一种伤口 所以你对于印尼美丽回忆的背后 藏着我内心深处的伤口 那道伤口毁坏了我的幸福 让我来到台湾 直到命运将我们牵起相互扶持 相互完整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你把921大地震跟印尼的大海啸 连结在一起 然后你把这些 因为他是一个私自家庭 对不对 然后他的过去的记忆 这个记忆好像消失 但是又特别的印象深刻 但他是美丽的又连结到你的伤口 毁坏你的幸福你的伤口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描述 这种台湾跟印尼之间的关系 然后雇主跟看护工之间的关系 然后美丽为什么又跟伤口去做连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的比法 好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想要 因为这个夫妻就是阿嬷 这个私自身的阿嬷 是本来就是跟之前跟阿公都很喜欢在印尼 就是很喜欢印尼的 对 然后就是像一个这个马铃薯饼 本来就是要讲这个马铃薯饼 马铃薯饼是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 因为他是从印尼来源的 印尼来的食物嘛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个这个歪奇干夫 他是从印尼 但一开始之前也是很喜欢这个马铃薯饼 可是因为就是之前在印尼发生过就是一个事情 就是那时候就是大海啸的时候 他就是本来这我要写很长了 因为要先跟那个文字 所以就是我写 对一开始我就想要写 就是因为之前大海啸的时候 他就是很想要吃马铃薯饼 他要求他父母要做马铃薯饼 可是他父母就忘记了没有做给他 后来他就是离家 就是离开家里 就是比较远的地方 后来就是那一天就是发生了 那个什么印尼的大海啸 大海啸 所以对所以就是 他父母就已经不在了 就是被这个海啸 就是他过世了是这样的意思 对对 然后就是为什么就联系 因为这个对这个佣人就是会有一个伤口 我本来就是想马铃薯饼 可是我之前都想要马铃薯饼 为了这个马铃薯饼 我就离开家里 后来就是那一天就是发生这个 就是这个海啸 所以就是对 所以有一点就是变成一个 不喜欢这个马铃薯饼是这样 后来就是不想一直在印尼 就是一直想这个大长大之后 不想想这个问题 他就来台湾工作 那就是在工作就遇到这个阿妈 那阿妈是蛮喜欢这个马铃薯饼 可是他就已经有想到 我本来就很讨厌这个马铃薯饼 他想之前的受伤 是为什么就是为了马铃薯饼 我的父母是这样 对对 可是在阿妈的生活里 就是马铃薯饼是 他就是跟阿公有关系 就是有一个爱情故事这样子 对 我觉得很美欸 然后也很悲伤欸 对 因为很多人说我都 怎么讲 就是比较会写 就是比较悲伤的故事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所谓的伤口 我并没有特别要去谈这些人 就是你们到台湾工作的那些经验吗 不是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马铃薯饼的 对 他就想到那时候都是失去了他的父母 然后就是对 然后遇到这个阿妈 他变成阿妈很喜欢 因为他很爱先生 然后就是他的先生 阿公有 也可能会遇到一些 谁能要离开了 或是怎么样 对对对 因为他阿公就是阿妈 阿公已经不在了 就是那时候1999年 打地震阿公就不在了 对对 可是为了一直 虽然他是有失子 可是这个阿妈还是会记得 阿公是在哪里 然后就是他记得就是阿公 喜欢的马铃薯饼这样子 对 可是就是每天都 他跟阿妈阿公跟阿妈在一起 所以就是阿妈一直提 提到就是马铃薯饼 所以他就是 本来就是已经不喜欢了 很讨厌这个马铃薯饼 那所以就是讲到 这个每天都阿妈讲这个事情 跟阿公有关系 他就是慢慢就是他 心会慢慢软了 是这样子 就其实如果把那个雇主 跟看护者的身份拿掉 其实每个人都是很普通的人 然后这每个普通的人都有他自己的生离死别 他有他的生老病死 那其实人跟人之间 其实把这些 身份拿掉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的共鸣的 所以即使你在描述的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 就是说可能是雇主跟开护工 可是你会回到那个人性的本身上面就是 我会想到我的妈妈 或者是想到我的老公 然后我也是离别 然后但是这个离别又经过食物串联起来 那他可能是一个美丽的 但是对我来讲都是痛苦的 那个回到 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是回到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这个是一个很很很我觉得好棒的一个书写的方式 嗯 谢谢就是我想要吃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 故事可能他们就是产家的人 就是自己写 就是说我是雇主 我是老板 就是我是庸人 所以他们就是 没有看那个就是自己的人跟人是这样子 他就是对 大部分就是看我是老板 然后就是哎他是老板 我是那个勇人是这样子 嗯嗯对 这是我在看你的文章 我很喜欢的地方 不管是那个描述的笔法 或者背后要谈的那个人跟人之间很 很一致性的 或是很有共鸣的感觉 不过还是要回到你到这边 他还是一个工作 那你还是有一些雇主 那其实我其实一直对这种家 家庭看护工是非常尊敬的 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台湾人 没有办法做 或是不太愿意做的这种工作 那你也协助了我们去照顾 在台湾人的这一些一些长辈 所以你自己在担任家庭看护工 从2011年开始 对不对 现在应该有14年的历史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 你在做这工作的时候 你就是看见台湾的人生百态 你就看见很多的家庭 你觉得台湾 你看到什么样的台湾的这种所谓的高龄化 或是家庭的问题 从你自己在协助照顾台湾人的这种经验 跟角度来看 可以讲 其实像我之前写的 得讲的就是孤独的故事 就是我觉得很多老人家 是有一个孤独的老人家 这样 对 然后也是这一时是失之症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不是台湾而已 可是可能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就是儿子 就是小孩 小孩就是长大之后就是要离开家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 他们就是亲了一个外老 一个干父 照顾父母 他就是说我给你钱 你好好顾 这样就好了 但其他都有一些人就不想管 对 然后就是也是很多人像这个 那个失之症的阿公阿嬤 都现在台湾就是越来越多了 那这个宿命我就觉得很多 就是儿子就是小孩 小孩就是不太了解这个状况 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会不会 其实他们也很无奈 因为有无奈可能是很多的人 他必须要去工作 如果不工作的话 如果要回到家里面去照顾 照顾自己的长辈 他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赚钱 他也没有办法去照顾他的长辈 第二个是 其实有时候这种台湾的家庭关系 我想也不是只有台湾家庭关系 通常会有那种亲子的紧张关系 所以有时候可能小时候 爸爸妈妈 你可能就已经不太越来越不太跟他讲话 所以你对你的爸爸妈妈也不熟悉 你也不太能够了解他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如果又是一种长期的照顾 那个身心都会蛮疲累的 所以会不会其实你自己有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吗 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无奈的 不是说他不愿意去照顾他的家庭 而是整个制度上面让他飞去很努力的工作 然后他亲子关系 家庭关系好像原本又不是好 不是太好 就算太好长期下来也会受不了 好 我这个是有看过了 因为我也是一到不少了 也是刚好我在上一次也是有 儿子小孩 我知道当然会很忙 可是其实年纪大的人 不是也不需要每天 好 你就是说你亲了一个干户工 那就是每天可以陪他 但他们要求就是可能老人家的要求 不是你就是每天24小时要陪他 就是想干户陪他是这样 他也会觉得你很烦 就是他可能想要自己的空间 对 然后他们想要最少你可能一天打电话 5分钟10分钟跟他讲一下 不然可能你刚好放假 一两个礼拜四来试看 是这样是对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之前有经验过 就是有这种一个老人家 对啊 然后我觉得因为也是有朋友 很多朋友也是会有这样 我老板都完全都没有回来 可能回来都一年再回来一次 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状况 我觉得就是需要 当然我们是远不远离而已 是这样子 对 你说你说吧 对 虽然就是可能很远 像我可能我阿嬷 他就是他的儿子一个在国外 那就是这个儿子他很愿意就是 可能大概两三天打电话一次 如果刚好很忙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打一次 不然就是如果刚好有空 他就是每天最少5分钟 10分钟就跟他聊一下 我就是看到阿嬷的心情都变成很好 是这样子 这的确就是最起码的关心 打个电话 我觉得都会让自己的长辈感受到很温暖 会有阿公阿嬷偷偷跟你抱怨他的小孩吗 有有还是会 就是如果没有抱怨 我觉得也是一个 大概就是从他的就是讲话 然后就是看 就是看在讲儿子的问题 还是女儿的问题 就是他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表情 对啊 嗯嗯 的确是是很辛苦 而且其实你们还要做很多的情绪劳动 就是你们不只要照顾他的体居 还要去照顾他的心情 这这好好难哦 是我觉得也是很多台湾人做不到 嗯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你你怎么去面对这种 常常会有很多不同的雇主 或是同样自己同样雇主 他的心情也会常常不定啊 因为有时候长辈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他可能就会想直接的需求 那你你怎么去面对这种很很很很 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人跟人之间 两个人但是其实他却是很复杂的这种关系在里面 嗯一开始可能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老板就蛮久的 嗯那我觉得一开始从阿妈之前可能就是一直生气 到现在他比较温柔温柔一点 比较温柔一点 我就是一开始我就是还是忍耐 嗯对就是我自己自己 哦随便啦 他要干嘛要就是可能要生气还是 哦好好就看开一点 对对对对就是还是也是老实说啦 就是在中就是你在中间就还是有时候会 对我们两个人会有想吵架是这个是还是有 可是我觉得哦就是看到哦他已经年纪大了 那就体谅一下是这样是对 那就是对啊那我觉得他越来越久就是你 他会感受到你的真心就是照顾他那个对他很好是这样 嗯嗯对对对 不过有些雇主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对你们有种怀疑吧 嗯比如说会不会偷我家的东西啊不好意思 可能会这样讲或者是说啊你就是要来赚钱的啊 或者是说啊你就是我的儿子我女儿派来管我的 会不会有这种信任感其实是很很难去建立的 或者是你有遇到这种信任的问题吗 嗯目前是没有对就是像刚刚老师讲 呃说的那个我目前是没有遇到哦 嗯就是怀疑人家那一些的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是你做好 你自己的工作这样就好了 是这样 对因为有时候这种怀疑 也会让我们很难真心的去协助他 或者是人跟人之间关系 就会有点距离 但是好像会有怀疑也是很正常 因为在台湾很多人都说 外傭或是什么 可能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那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非常谢谢你们来协助 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家庭照顾的工作 让很多的人他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工作 但是不要只有工作 还是至少一天要打个电话 或两三天打个电话 家里面其实都知道你在忙 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他们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对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看了很久 我在家庭我看了很久 就是观察很久了 像阿嬷每次都可能 大概一个月可能对儿子在很忙 大概一个月没有讲电话 没有打电话 他心情好像有一点 好像没有人理我 对对对 可是我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他 他在忙了不要了 是这样 可是我知道在心里里面 那就是很像跟小孩聊天 是这样 的确 那有时候长辈的情感 也会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表达出来 特别是亲子关系 那再回到你自己本身的写作创作 这件事情上面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 你说你在第一届的移民公文学员 就去参加报名参加 那后面两届八地八地九 这些都得的优选 那什么时候你就开始去写作 你本来就在印尼就很喜欢写作写文章吗 我就是从国小 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开始可以看书之后 我就是很喜欢看书 然后看书之后就是我觉得以后我可不可以 就是像他们可以写一本书这样 然后就是因为我其实我朋友也不太喜欢跟 就是自己的事情就喜欢就写下来 是这样 不会就是比较少跟朋友讲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就是就慢慢喜欢 然后就是开始过中之后 就每次就是有那个国文 就是教我们老师教我们写故事 我就是追就是很开心这样子 对 这些写作可以让你讲自己的秘密 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 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有成就感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有时候就是想可能很生气 可是我不会就是对那一个人生气 就是不会怕脾气 你就写文章偷偷骂他这样子 对 然后这可能对啊 这可能刚好四脸那一些的 我就是写下来编成一个断编故事这样子 这不错啦 这至少可以把一些自己的心情啊 或是自己的经历过的事情都写下来 然后之后再来回味 不管他是一种面向大众或是面向自己 我觉得都是一件很疗愈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不只喜欢写作 你也很喜欢看书 听说你在印尼有一个自己的小型图书馆 对对对 就是我来台湾之后 我就是开始慢慢赚钱 可以赚钱 我就是开始买一点点的书 然后就是之前也是有一些 因为我是有认识一个印尼的 租盘公司的老板 那时候他就是会送大概一百本两百本的书 那我就是跟他申请 后来他也是给我了很多书这样子 所以这小型图书馆也会对外开放吗 对不对 就是谁要来看就是可以是这样子 因为我目前我在台湾 所以就是剩下我父母在家 那就是看父母刚好在家 谁要看就欢迎来 所以如果需要先跟你们讲一下 就有可能有机会去看这些你自己收藏的书 或者别人捐赠的这些书 你平常都看什么书 那到台湾看护工这么 看护的工作这么忙 你有时间看书吗 会会有时间 就是我是喜欢之前 我就喜欢看小说 对对印尼的小说 可是这几年来 我就是开始慢慢看中文书 那我就是喜欢就是像 如果小说就喜欢那一些旧八道 那个书 然后就是那个 还有那个角枝 那一种的书 对 所以看小说看的比较多 对对对 可是现在会比较少一些 就是中文的小说我不太会看 我就是喜欢就是看有inspiration那种的 对对 那就是我晚上 如果目前是我晚上休息之间 就是还有一点时间还没有想睡 就看一下书 是这样 对对 所以你喜欢看书 然后又喜欢写作 不过你一开始的时候 现在其实中文也讲得很好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中文好像还是不太OK 就你刚刚也有特别的提到 所以你一开始不会中文的时候 你在台湾是怎么生活的 怎么生活的 就是一开始 讲话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虽然你有点 有点内向 但是还是要讲话 对 还是要过分 对啊 因为这第一个老板 他们一直要求我就是回中文 可是我一直都写不会 因为他们每天都一直骂一直骂 不然就是没有跟我讲什么话 所以我就是完全那时候就是好 然后就是有时候他就是老板说A 我就是做B 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完全都不会 后来我就是现在第二个老板 就是刚好是我照顾阿嬷 可是里面是有三个小孩 那就是对 就是跟小孩在一起 都每天就会慢慢学习 所以是从那时候就 我的中文越来越好 是这样 因为他们如果我不行 但是有时候就是会用英文 不然就是会给他动作 是这样子 就给我看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如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视讯的画面 都会看到我们突然间 刚刚断续了 所以刚刚从这个电脑 然后换成这个手机 不过我听我们的Podcast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那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 其实在对于来讲 这些读书写作 学中文都很重要 然后如果家庭的成员能够去 一起跟你来做一些协助的话 事实上对你们的沟通是有帮助 然后自己 就是你们也可以有一些成长 那这里的人也会相互 这样我觉得 那个语言的沟通 事实上是一件蛮重要 就是相互都是有一些好处 而不是说你只叫人家 你要去做这个 你要去做那个 你也听不到 就只好讲A 讲做A 然后讲A 你就去做B 反而不是 所以特别是我们知道那语言本身对一个人来讲 当你会这个语言的时候 其实不仅可以理解 你也会更有自信 所以你曾经说过 就是说 我说 你学会中文之后 你先说说你学会中文之后 你不像是一个看护工 更像是一个管家 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在这个老板 虽然我就是中文可能就是能力 会比较比之前好很多 所以就是在这里 我就是不是一直照顾老人家 可是我就是要帮老板 就是做一大堆事情 就是像他可能在家里有什么 我可能会掉啊 我要找那个工人来修理啊 对 然后就是可能我就是要跑来跑去外面 像我之前也是要去电力公司啊 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去银行啊 办事情啊 那一些的 对 对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那个想法就是干卫 干卫就是要照顾 一直在病人的身边一直照顾他 所以我的工作都可以说是不是这样 嗯 那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其实也是我觉得是有好有坏 啊 什么说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种的我可以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 嗯 这个可能也是对我们也是不是很好 就是说在工作上 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做 就超出你们原来的工作的范围 对 对对对 然后好的是就是从这里 我就说会写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不是一般的歪奇干户 就会有这个机会学习 像我可能要去电力公司 我要改名字啊 那一些的 那我就是要怎么办啊 我要怎么带什么证件啊 那一些的 然后我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提那个 就是要我们有第四台 那第四台公司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不要了 那我们要什么申请除销 就是我们很多 对 那我们要什么 因为刚好我们是可能用公司了 我老板公司的名字 所以我要怎么带什么大小帐啊那一些的 可能不是每个歪奇干户都会做这种事情 那反而学到很多东西 对对 哦 OK 所以但是这个会 那虽然不是你原本的工作范围 但是会不会让你自己有的这些语言之后 让你能够对自己更有信心 或是对自己做的事情更有把握 对就是当然你去多做那些不是你的范围 而且是从你个人来讲 他会不会让你觉得说 哎我会语言啊 所以我就再也不会被 比较不会被他欺负啊 那我会语言啊 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别人你比较听得懂 沟通也会比较方便 然后会比较更有信心吗 会会会 还是会比较有信心 因为我像可能有时候在外面 很多有一些人就是会看不起我们 所以我会讲的 然后就是哦 他讲什么我就说有反应 然后是他要求什么东西 我就给他 他就是哦 你会中文吗 你会写吗 是这样子 至少那个偷偷骂你 你都会听得懂 对 而且是可以跟他解释了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啦 是不是 是蛮重要的语言 真的是蛮重要 但是不是说你要懂得多一点语言 就要做一些更多 不是他原本要做的这些工作啦 好 那其实我最后一个 因为你想要请教我们的莉莉 就是说你曾经考虑要 申请永久居留权哦 你这么喜欢台湾吗 或者说那为什么要考虑呢 你这台湾还是有一些些 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吗 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呢 其实因为我可能在台湾已经习惯了 对 然后就是去年又回去一趟回印尼啦 那就是我发现好像我就是在印尼都想一个 在自己的国家像一个陌生人这样 对 然后就是因为我就是在台湾我觉得出了很方便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国家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就是有想过 可能可以以后就是可以搬那个永久之流程这样子 对 我觉得蛮好的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让你们 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的移工在这里 一段时间然后经过一定的程序 就可以落户到台湾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是一件好事耶 当然很多人大概就觉得说你们会来抢工作啊 或是不是发生冲突啊 可是如果从台湾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的角度来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开放 更让更多人来认识这个地方一起一起来为台湾一起努力哦 那你自己觉得台湾是一个对移民工友善的国家吗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台湾也是对 对我们移民都会有那个友善的一个国家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就会特别认真考虑要来申请永久居留 嗯因为我目前就是要要那个 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干辉工 所以不能直接到那个永久 我们就是目前是在办那个那个总书 嗯 对不对 总结那个就是还没有到那个永久 那这个可能五年再五年之后再试看看 可不可以就是帮那个永久这六阵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对至少我很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这个国家里面 一起来一起来这里生活一起学习 好 对 也非常谢谢 也非常谢谢丽一来接受我们访问了 就是可以看到 不是你有很棒的一些文章 也可以看到你对台湾的家庭的观察 让我们这个学习很多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继续的访问 那有关于莉莉的这个文章呢 我们在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 都可以找得到 那非常谢谢莉莉 下礼拜我们也会访问另外一位移民公文学 奖的得主 陈叶芳他是这一次的首奖 那也会来请他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莉莉也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